新华社消息 今天中国政府征用中国民航飞行教验中心的一架塞斯纳CE680型飞机 分别对南沙群岛美济礁主币礁新建机场成功实施了教验飞行 此次飞行获得的相关数据表明 两个新建机场具备了保障民航客机安全运行的能力 将为南沙群岛人员往来紧急救助医疗救护等提供便利 同时将为非经南海地区的航班提供新的备降机场选择